好 那么这一次的九合一地方选举 影响的不仅仅只有台湾各个县市 还有你跟我 那么在外国媒体方面也是持续在关注着 包含像是日本媒体以及新加坡的媒体 他们都把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 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而蓝营大胜了 台北市长也由蒋万安来胜出 选离乘风报报导了 说蒋介石的幽灵笼罩着台湾的选举 至于在路透社的部分呢 他们则报道说 这一次是让蔡英文总统遭遇到了挫败 不过呢 这个法广则是认为说 地方选举啊 这个蓝营胜出了 这个呢 并不会意味着 国民党一定会在两年之后的总统大选 还有议会的选举当中来获胜 4年に一度開かれる台湾の統一地方選挙では 台北などの市長選に加え 各都市の地方議員など 台湾总和域地方选举不只顺民有感 不少外国媒体严密且关注 日本和新加坡媒体都将这一次选举 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售战 结果大致敌定来迎大胜 但雪梨乘风暴却指出 蒋介石的幽灵笼罩着台湾选举 副标还点出是备受争议的台湾第一任 总统的真正曾孙 还是天命于北京的特洛伊木马 路透报道 国民党赢得台北市长的控制权 这让蔡英文总统遭遇挫折 蔡英文曾将地方选举定调为 对中国日益好战的表态 显然没有作效 但路透也报道 这次选举是针对市长县长和地方议员 重要议题关于疫情等等 当选人对中国的政策 没有直接发言权 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是报道 保台抗中是民进党 在这场选举最后阶段打出的口号 但选民感兴趣的是候选人的政见 法广也点出 这次投票不是针对中国的全民公爵 所以不代表国民党 一定会在两年后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 华时新闻综合报道